如形蠻蟲其实肉也是看不到的 那医师怎么检测呢? 原则上我们有几种方式 那湿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 蠻蟲钻在毛孔的地方 有时候一个毛孔可以钻很多日虫 大家好 我是基隆长根皮肤科许仲阳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如形蠻蟲 如形蠻蟲长这个样子 它是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有的 跟我们共存的微生物 那其实蠻蟲长这个样子 这是它的口气 这是它的尾巴 它有四对的脚 那其实我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会蠕动很可爱 那通常我们看到的时候 它都住在毛囊里面 所以它是头下脚上的 就是那个尾巴都会露出在毛孔外面 那比较常见它通常是晚上出来 爬出那个毛孔移动 所以有的人会有晚上脸痒痒的感觉 平常蠕形蠻蟲跟我们和平共存的时候 并不会造成任何的症状 我们并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 但是当蠕形蠻蟲真身量太多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我们有一些皮肤的表现 那比较常见的呢 就会像这样子 毛孔比较粗大 或者是皮肤粗粗的 会有点脱屑 那甚至呢 有的看起来脸上会很容易泛红 那再严重一点呢 也会看起来有一些小浓包 或者是一些丘疹 那这些情况就很容易 会跟其他的皮肤疾病做 一个混淆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也会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做分辨 那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说 即使有这些皮肤症状 也不代表你脸上一定是有蠻蟲的存在 所以必须呢 要找皮肤科医师 我们做一个检验 那看到蠕形蠻蟲的存在呢 才能够解释它们的相关性 那什么情况下这些微生物会过度增生呢 一般是因为我们跟虫的这个平衡受到破坏 那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 我们有擦了一些局部的类固醇 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或者是做了一些医美的治疗 破坏了我们的屏障功能 那这种情况下 蠕形蠻蟲就可能会过度的增生 蠕形蠻蟲过度增生的时候 皮肤会造成泛红的情形 假设是持续的泛红 或者是有一阵一阵的潮红 这种情况呢 其实是玫瑰斑的一个皮肤表现 玫瑰斑的原因其实非常的多 并不是只有蠕形蠻蟲一个而已 其他还有哪些诱发因子呢 皮肤个人的体质 比较容易对于外在的环境 比如说喝酒啊 或者吃热的辣的食物 极度的温度 比如太冷或太热的天气下 我们皮肤的免疫反应 跟神经血管的活性 过度的强烈而造成 玫瑰斑在治疗的 我们会先厘清每一个人的恶化因素 那我们去除了这些原因之后呢 我们就会针对你的皮肤表现 比如说红啊 持续的泛红 或者是秋枕浓泡 来针对他们来做治疗 不管是退红或者是秋枕浓泡 我们都有擦的药膏 那口服的药物 或者有一些医美的处置 可以改善这个病情 治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 一般需要2到4个月 治疗的初期 有些药品可能会让病情稍微恶化 所以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 最好是回去跟开立这些药物的医师 做一个沟通 那我们有一些方法呢 需要检讨 到底是药物太刺激不适合呢 还是是正常的一些反应 玫瑰斑跟青春豆 其实真的蛮容易搞混的 他们确实长得很像哦 玫瑰斑呢 它可以有红 那也可以有秋枕浓泡 那这些情况呢 都是一般的青春豆会看得到的 但是他们有明显的不一样 是玫瑰斑比较着重的时候 所以那个泛红的情况会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一般看一个人 有没有玫瑰斑 我们会看他的脸颊的底色 有没有一点红红的 然后或者是容易潮红 就是短暂的泛红的情形 一般我们说青春豆呢 它都是从粉刺开始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白头粉刺 或黑头粉刺 玫瑰斑比较不会看到这些粉刺 另外还有就是说位置啦 那其实玫瑰斑一般号发的位置 就是在脸颊嘛 还有中脸的部分 所以鼻子啊 或者是下巴的地方 而错窗呢 它除了脸上之外 它也可以长到身上 所以胸部啊背部啊 其他地方也可以长这些 囚疹跟脓胖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玫瑰斑的治疗好了之后呢 并不会留下豆疤啦 那青春豆好了之后呢 会留下豆疤 所以一般我们青春豆的治疗 都希望越早治疗 因为假使没有治疗 它将来生下的豆疤 我们要处理其实蛮麻烦的 玫瑰斑早期我们称它叫酒糟 玫瑰斑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喝酒会恶化这个病情 就跟颅形蛮虫一样 它也是恶化病成的一个原因之一 我们有些玫瑰斑的患者 也没有喝酒的习惯 一样会有脸部持续泛红的情形 颗形蛮虫其实肉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大家自己看是看不到的 就算拿放大镜也是看不到的 那医师怎么检测呢 原则上我们有几种方式 那其中一种呢 就是用快干胶的粘贴 所以我们会在脸颊的部位 或者是仪式有比较多蛮虫聚集的部位 滴一滴快干胶 那做一个腰浅的皮肤切片 那撕起来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那个蛮虫呢 钻在那个毛孔的地方 那有时候一个毛孔可以钻很多蛮虫 那我们就放到行为记下去看 有没有这些虫体的现象 通常假设我们每平方公分 有超过五只虫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真的脸上有过多的蛮虫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有的医师呢会用大拇指挤压法 也就是用指甲呢 在你的脸上大概只差不多 一平方公分的位置用你的挤压 那就可以把毛囊里面的蛮虫呢 把它挤出来 再放在波片下面 那我们在显微镜下看 那这种情况通常我们可以挤出比较多的虫体 其实对于皮肤保养啊 我们都是建议简单的三个步骤 就是清洁保湿跟防晒 清洁呢 我们建议用温和的清洁的产品 不要过度的刺激去角质或是磨砂的东西 我们脸上假设是因为有过度慢虫增生啊 你不用清洁的产品 它其实是还是留在脸上的 它并没有离开 但是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刷它或者是用太过强的清洁用品 因为这样其实是会破坏我们的角质层 那我们会产生更敏感的反应 保湿呢 我们建议用比较单纯的保养品 不要有一些香精或是精油 那也不建议用化妆水或是喷雾类的 因为这一些产品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 那至于防晒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阳光啊 或者是一些极度的温度变化 那其实是会恶化我们的皮肤的敏感的表现 防晒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最简单就是用多的啦 就是尽量避免 用遮的或是躲的 那假设不行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用一些广效的物理性防晒 它比较不会刺激皮肤 矮矮胖胖 然后那个角就是像小朋友一样 像那个婴儿一样 那个四肢在移动的时候就是其实是非常可爱的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 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